上海老谢看中一套五三年的房子 中介都劝他太破了别买 可老谢偏偏不信邪 房子再破能有多破 等交完房才发现 进去一看 确实从我的上下 虽然外面看上去是普通老公房 里面的情况才叫巅峰住宅 全生态卧土风化外立面 房子都得倒贴业主800块 脚底是50年代严选腾空地板 右边是修复过的80年代厨房 表面看着还行 实际除了脚底的瓷砖 其他都不能用 北边的卧室直接不装了 满地的木头板子 配上头顶的古董花灯 墙壁都烂得干干净净 往里走还有一个杂物间 跟隔壁就用木板分割 原本是一大间卧室 还送你一个古董梳妆台 怪哈人的 这环境能拍时机走进科学 大门直通卫生间 入户十米长廊一步到侧 干事分离能用就很错 彩空不能怪他 穿过走道是客厅 就这彩光还是潮南 顶上的灯管摇摇欲坠 配上50年代的橱柜 都不用重生直接穿越 踩一脚地板上的酥脆大坑 直接掉进地下室 边上的坑满一送一 好就好在户型方正 走出去就是大阳台 面对小区四家丛林 坐拥林水美景 竟想贵族至尊主握 前房东连床都带走了 就剩下一个老脚盆 全套家具纯木降噪 能直接抬进博物馆 配上纯镂空门窗 自带风情庭院 就这条件老些还有不满意的 请来北欧设计世卫宇航 刚入航五年 新鲜的累 老谢就简单提出四个要求 卫生间不能正对大门 在家的餐厅 储物空间要大 过道得利用起来 这是连户型一起改的意思 一条过道毁所有 正对厕所直接挤压空间 动线更是一塌糊涂 住在这心情都不好 装修耗时半个月 老谢家穿越了 踩一脚就碎的地板 变成新玄关隔断 设计师在客厅开了新门洞 将玄关客厅完全打通 新客厅相当规整 与阳台整个打通 配上清新素雅的软妆 兼具储物和休闲功能 阳台还有个踏踏米 这跟换了套房有什么区别 到夏天纱窗一拉 躺在这多巴士 还能观赏小区绿化带 洗衣机就放在对面 晾晒方便多了 门口做了一块鞋柜 弱化了过道长度 解决正对厕所的尴尬 右手边就是客厅阳台 综合会客厅 客厅连通餐厅 改造前的小房间堆满杂物 改造后是四人做小餐厅 增加了一排柜子储物 刚好设计出一个卡座 家里来且也不怕 正对风情庭院 墙角能储物的地方都用了 厨房改了个门 做饭吃饭也方便 新厨房不仅有双开门大冰箱 空间也改成要行 电器都准备好了 钱是一点没白花 做完饭直接吃 改造后玄关客厅厨房餐厅 形成一块完整的公共活动区 往里走是小刺卧 改造前墙面都还是木板 家具也是老古董 改造后做成踏踏米卧室 空间不大床底收纳 窗边就是工作台 一个人住肯定没问题 右边是大主卧 床头是通天橱柜 别看只有这点亮 床底掀开又是踏踏米 贴心设计师还留了梳妆台 最后是移进到底的厕所 原本一条走廊通直长 将洗手台改变位置以后 上厕所洗澡都宽敞了 用起来方便不占空间 看完房老谢表示最喜欢阳台 忽略粉色窗帘 坐在这喝茶嗑瓜子不错 设计师只是简单动了几面墙 就解决了动线问题 50年代的老博物馆焕然一新 本次改造软装费用21万 硬装费用15万 总计36万